本期话题 塞尔维亚总统伍契奇卸任执政党主席 这个国家要变天了吗 同时他还宣布军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锁定科索沃 近日欧洲局势愈发不安 罗欧冲突还没有解决塞尔维亚政局在线乱象 当地时间5月27日 塞总统伍契奇在首度宣布辞去前进党党主席职务 此前的5月15日 因为国内的接连发生两起枪击事件 随后国内多地爆发游行示威活动 要求政府改组 由此吴契奇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党主席职务 并提前进行大选 吴契奇宣布辞职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方面来自反对派和民众的压力 让他不得不暂避锋芒 同时这背后也不排除还有西方国家的影子 5月份发生的枪击事件 按照常理来说只是较为重要的刑事案件 暴露了国内枪支难以管理的问题 这有政府管理不善的原因 但还不至于上升到政治运动层次 毕竟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短时间内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解决 然而枪击事件之后 却爆发了激烈的民众示威活动 还要求总统下台 政府改组 现任政府的失误 自然很容易成为反对派用来攻击对手的工具 再加上塞尔维亚一直与中俄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这一点也是很多西方国家不愿看到的 因为这里面也不排除有西方国家的影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吴契奇选择辞去党主席的职务 大概率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暂时回避来自反对派和西方国家的封王 保住现任政府 避免政府重要部门被对手架空 另一方面 这样也可以让吴契奇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以其赢得下一次大选的胜利 简单点来说 就是现在的局面对于吴契奇来说 是极为不利的 要是再这么纠缠下去 不排除反对派势力会在西方的暗中推动下 直接发动政变 让塞尔维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与其让他们逼到墙角 还不如主动后退一步 与他们在下一次大选中再一决胜负 这一招以退为进 让反对派失去了继续攻击吴契奇的借口 同时也让他腾出时间来迎接下一次选举 他在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的时候 还表示将成新的政治活动 这表明他并没有想过就此退出政坛 而是在做出辞去党主席职务之前 就有可能想好了接下来怎么做 只不过吴契奇辞去党主席的职务 短时间内还是会让塞尔维亚形成混乱的局面 无论怎么说 塞尔维亚现在的局面还是比较危险的 政局动荡的时候 最容易被有心之人趁虚而入 他们会利用舆论继续抨击吴契奇和现任政府 会动用一切力量 阻止他们再次重长政权 由此就会在社会层面 形成一段时间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状况的混乱局面 而且塞尔维亚已经发生过两次枪击事件 如果在混乱局面之下 再出现这样的事件 可能还会产生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 譬如更直接的政变 对塞尔维亚的未来而言 有着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吴契奇成功在下一次大选之中获得成功 继续执掌塞尔维亚政坛 这样塞政局会在现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稳定 并且在吴契奇的推动之下 未来有可能真正实现枪支禁令 对于枪支管理 吴契奇在5月14日 枪支禁令成果展示的时候表示 等到6月8日之后 国家将采取高压措施 也就是说 只要吴契奇能够继续执政 至少在枪支泛滥这个问题上 应该会有所改观 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反对派登上总统之位 塞尔维亚就有可能诞生一个亲美政权 而按照美国一贯的霸权外交政策 塞尔维亚也会成为其强权铁以下的一枚棋子 为其利益服务 而这种情况 对塞尔维亚而言 无疑就是一场巨变 他从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了第二个乌克兰 至于塞尔维亚会不会真的发生巨变 就要看吴契奇能不能在接下来的大选之中 战胜反对派和西方势力的联手干预 继续执掌政坛 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吴契奇以退为进 为其赢得了空间和时间 再加上其依旧还是总统 掌握着大局上的优势 因此目前来看 这场巨变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这是塞尔维亚会面临的局势 也是吴契奇需要面对的必然压力 不过现在令他头疼的还不止这么一件事 5月26日 由于科索沃北部 自围前地区的塞族民众 和阿尔巴尼亚族当政者爆发冲突 阿族警察在冲突中 使用震爆弹和催泪弹攻击塞族民众 导致科索沃局势急速升温 事件发生后 577当即下令军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并调动一部分军队 紧急向科索沃边境移动 现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矛盾爆发 就在眼前 科索沃当局和塞尔维亚方面保持克制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塞尔维亚军队直接介入科索沃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目前来说 冲突虽然爆发了 但是科索沃地区 还有北约的维和部队和欧盟的观察团驻扎 在他们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某一方之前 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并不大 最重要的是 吴契奇现在还面临着国内政局的动荡 如果再与科索沃之间爆发战争 那么即使他能够组建新的政治运动 参与下一大选也会面对两线作战的压力 就后果来说 一旦塞尔维亚的军队进入了科索沃 那么就意味着 塞政府与科索沃当局再一次武装冲突的爆发 现在尽管塞尔维亚没有放弃对科索沃地区的主权 但是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推动下 科索沃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 也就是说 科索沃问题的背后涉及到的 实际上是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如果塞尔维亚的军队进入到科索沃 西方国家极有可能再找一个借口插手进来 到那时 塞尔维亚面对的就不再是科索沃 而是整个西方 而塞尔维亚现在政治变局 和科索沃内部冲突的突然爆发 影响的或许不仅仅是巴尔干半岛周边 还会涉及到整个欧洲 现在在欧洲大陆上 已经有一个俄欧冲突火药桶被点燃 而且正在愈演愈烈 如果在此时 塞尔维亚国内再次发生巨变 或者其直接爆发了与科索沃的冲突 那么就意味着欧洲另外一个火药桶也将被点燃 这将直接对欧洲的安全局势构成威胁 甚至还会影响到俄乌冲突结束的进程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将极难再有国家会愿意继续调停俄乌冲突 这样一来就会使其继续延长下去 综上所述 塞尔维亚的政治乱局虽然已经发生 但是大局还掌握在伍契沃的手里 只不过科索沃冲突的突然爆发 还是给伍契沃和塞政府带来不小的压力 至于伍契奇 接下来到底能不能收拾这场乱局 让塞尔维亚不至于出现巨变 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